兩岸關係 現在可以說是對撞的情況 軍演持續進行 那麼在藝人的部分 兩岸之間要說真的要觀光一下 要陸生 互相交流學生 連演藝人員現在壓力比山大 你看看這些被迫的各種表態 或者是講了一句什麼話 回頭來被自己的家鄉的朋友們 檢討五月天 最受歡迎的五月天在北京 講了一句 我們中國人來北京一定吃烤鴨 不然吃什麼 當然現場歌迷大叫 卻立刻被出征了 其實以歷史文化的過程 難道不是中國人嗎 當然是現在台灣 有台灣自己的想法 但過去歷史是如此 但沒有辦法 沒辦法馬上嚴重的被出征 網友大罵 如何對立法院外抗議的 10萬人交代 這個真的是時空錯亂 蔡依林也一樣 各種的表態說 我們中國南昌如何如何 甚至信樂團的主唱 一直說都是支持統一 王欣林說 我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等等的 所以現在表態名單落落燈 大家一直被迫 有四十九位的藝人說 都一片的聲音被 大家說忘情舔共 台灣這裡的民眾 或者是側藝們 拚命的在攻擊 黃耀明的分析認為 這就是所謂兩岸訊息 政治下的犧牲品 好好的創作 好好的演唱 好好的表演不行嗎 就是逼著要表態 然後互相來傷害 這些藝人真的是可憐 我們的包括友邦 瓜地馬拉 因為跟我們的總統有了視訊 雖然他們有親自來 用外長的身份派來的 一樣要被處罰 有各種的被禁的問題 過去洪杜拉斯跟我們斷交之後 被說 綠媒說 瞎子到中國 數量大減 其實現在正式開始而已 在中國漁博會看到了主兵國 就是洪杜拉斯 現在邦交國很危急 那藝人如果在對岸工作 在台灣的各種工作 都一樣同樣 另外一種形勢的兵雄戰違 亮哥 這個 我不知道民進黨是主張 你不是中國人 也不是中華民族嗎 賴清德就說清楚 就說你是台灣人 你不是中國人 也不是中華民族 你為什麼不敢這樣講 那當那些你的支持者 都這樣去出征別人 講中國人就要出征 講中華民族就要出征 那你為什麼不講話 坦白講你就是縱容這種 你縱容這一種 民族主義式的攻擊 那自己在台灣 也不敢搞民族主義 事實上他賴清德蘭澳 不知道嗎 你如果搞台灣民族主義 到最後變成兩岸的民族主義 對抗 那你就完蛋了 我講白了 你敢這樣玩嗎 就大膽一點 為什麼就只眼說 只敢說兩國論 為什麼不敢說 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講白一點 自己那麼撈腫 那你的血民這樣搞 你為什麼不自止 就這種黨 是不負責任的政黨 才會這樣玩 明明知道這樣做 政治上會非常的災難 結果你的自治者 都在搞這種遊戲 你有自止嗎 沒有啊 沒有啊 然後他自己不敢講 民進黨有哪一個立委 這樣公開講 你去講啊 公開講嘛 王毅現在就直接講 賴清德是民族的叛徒啊 你有回嘴嗎 你為什麼不回嘴 王毅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是中華民族啊 你素臉忘族啊 你不是中國人啊 這個不就是你的立場嗎 你應該說是啊 我確實就是這樣想啊 你為什麼不敢承認 還叫梁文傑出來呢 說不要罵這個啦 我們來旅遊嘛 陸生來嘛 陸生來啊 來旅遊啊 你來啊 我請你吃蝦仁炒飯啊 真敢講 真丟臉啊 真是丟臉啊 明明心裡在想的就是 我是台灣人 不是你中國人 不是你中華民族 不敢公開講啊 就講一些有的沒的啊 那你的支持者 把你的心聲講出來啦 你的支持者啊 把你的心聲講出來啦 賴清德為什麼不呼應 民進黨公職有哪一個去呼應 就只有一個張志豪最勇敢 張志豪就公開講 他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他說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啊 我那個時候也在電視上公開啊 說張志豪這個言論 你賴清德知不支持 賴清德不敢表態啊 不敢表態啊 就這種 明明私底下都在搞認同鬥爭啊 搞審籍鬥爭啊 然後檯面上假裝沒有 這種虛偽兩面的人啊 就你這種人在搞政治嘛 實際上不是只有他搞這種政治啦 民進黨一大堆啦 一大堆啦 那台灣之所以會亂就是因為這樣啊 你講我是台灣人也是中華民族 你也細喔 搞不好兩岸矛盾還減少了耶 你還不是一樣活在台灣 主權有變少嗎 你講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會怎樣 蔣經國就是講 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啊 他不是一樣住在中華民國 所以我說你就是因為 你民進黨自己鬧著 認同的矛盾 認同的憋扭 所以才會產生你一大堆支持者 濫用這種認同鬥爭嘛 認同鬥爭 因為過去台灣曾經是華文 藝術文化產業的中心 現在市場現實 那很多人必須到大陸去發展 市場就是這麼現實的 現在這些飯都沒得吃啊 動不動就是要用表態出征 來對付我們自己的這些演義同兒嗎 我覺得就是說 當兩岸走到一個非常尖銳的對立 甚至兵凶站圍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變成局外人 現在變成說 以前還有一些空間 那只要你不要去 走紅線 然後遊走兩岸之間 好像這邊也可以得到 這邊那個 你的歌迷的喜歡 對 就是以前還可以 現在不行 現在就是逼到藝人演藝人員 你必須選邊站 那當然五月天 對於台派來說 他幾乎是一個神了 那可能有很多 有可能很多不同的演藝人員 可能他們一樣是出征他 可是五月天的這樣子說 我們中國人 我相信一定真的是 傷了很多台派的玻璃心 因為很多人說 小粉紅有玻璃心 那一樣 台派也是有玻璃心 所以你要讓這些演藝人員 他該做什麼樣的選擇 你被迫讓他們一定要去做選擇 而這樣的選擇好不好 我們過去其實也有很多 不是現在只有什麼五月天 什麼只有蔡依林 過去也很多 過去像那個什麼什麼 楊成林 他們也被攻擊過 吳寶春 蕭敬騰 什麼一方八十五度C 什麼蕭敬騰 就是都已經變得 無差別的攻擊 台灣的這個網友 網民也是無差別攻擊 大陸的網民也是無差別攻擊 所以他們要如何的求取平衡 就是只是非常非常痛苦而已 所以我來講說 當你兩岸關係把它搞壞的時候 真的沒有人是局外人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必須講 因為這個是兩岸的問題 有的非兩岸的問題 我們的網民也是很可怕的 比如說我們在上個星期五 不是發生那個狀況嗎 就是也是有衝擊 那不是那個誰 宗嘉碧把陳金輝撲倒對不對 我們有一個藝人叫做 他只是說意見不同就撲了 他其實也沒說什麼 沒說什麼 被出征 然後有一個紀小軍 他是原住民的歌手 然後他就講撲了 一樣被出征 被出征他要道歉 真的三文 他只講個撲了 然後要被道歉 請問一下 我們常常在講說 你要有言論自由 你看 在昨天他們所謂的 號稱10萬人上街頭 說要爭取人民的權利 對不對 人民的自由 什麼權利 請問一下 如果今天藝人 在他的社群平台 講一個撲了 都要最後要出來道歉 最後在這壓力道歉 請問一下有自由嗎 所以我真的希望說 一些政治人物 一些政黨 或者一些側翼 真的你們不要再說一套做一套 晚輝 我特別去看了 其實我想這個藝人的部分 真的是他就是一個 藝文的一個表演 我覺得他就是 一定要希望可以多兩岸交流 這一次賴清德的這個 演說裡面 確實讓大家覺得不放心 好像那個隱隱中的那個台獨 一直在跑出來這樣 尤其從最近對岸的飛機 在我們的四周 飛來飛去這樣子 我想這個文化交流 它應該是一個正常的一個交流 我想我們現在的 不管是我們台灣或者是大陸 其實很多 大家彼此也會看彼此的一個表演 所以它不應該變成是一個 政治對立下面的一個 就是說像剛剛洪威講的 不斷要去被處徵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不好的一個行為 我自己還特別去看了就是 有關農產品的一個部分 其實農產品的部分 在我自己做立委的時候 我就很關心 我覺得每次只要大陸不買 我們的這個農產品 然後我們的台灣政府 就全部推給對岸說 因為是他們不讓我們進 但重點是 你有去想辦法 要讓他可以把它銷到大陸去嗎 這過程當中 其實我也因為我幫台東縣 處理過鳳梨世家的事情 我就知道說 他們其實真的沒有要好好對話 在那個過程當中 每個部會推來推去 就沒有人想要好好來幫 這個地方的農民解決事情 所以怎麼辦 台東縣的縣長 他是地方父母官 他一定要自己想辦法 來解決這個事情 當時為了他們可不可以 帶團代表過去對岸去做 行銷的這個事情 其實我也幫忙打很多電話 可是我就發現這個